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州菜飘香四海 时文化千古流传 福州的饮食文化历史优咬 源源流长 具有浓郁的南国地方特色 南间干这道菜 既代表了南方的细腻 又凸显了道地的福州风味 南间猪干 这应该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敏菜的做法 很多地方的人 对猪肝是不敢吃 不爱吃 但是到了福州 特别喜欢吃南间猪肝 猪肝各地做法很多 南间从烹制的第一步 生猪肝的处理开始 就体现了敏厨的细致 猪肝要选择质地柔嫩的 用精湛的刀工 把猪肝均匀片成硬壁厚度的薄片 肝是消化系统里的解毒器官 所以切片后的猪肝 还需泡水来消除意味和血污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浸泡 猪肝涂进杂质 沥肝后的猪肝 加入生抽和五香粉进行腌制 五香粉是南间肝传统味道的关键 起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腌制的下一步 是用淀粉给生猪肝上浆 淀粉里的煤 充分提升了猪肝的柔嫩程度 油温的把控 就是这道菜锅供技艺的展现 油温太低 猪肝会脱粉 油温太高 则会烧焦 六成热 才是属于南间肝的温度 而油锅中属于南间肝的时间 也只能有短短15秒 过油后的南间肝 与福州口味的卤汁完美融合 吃进嘴里 不但酥脆 而且吃家留下 这样诱人的传统南间肝 影响了福州许多食客 不惜食用内脏的饮食习惯 而用绝妙的风味 令食客从无法接受 到无法拒绝的传统敏食 还有宁华的炮猪腰 炮猪腰现点现做 时常供不应求 炮是宁华人 对于美食的一种独特解读 讲究的是迅速的汆烫和浓郁的汤头 兴起十足的猪腰 原先并不被惧怕 宁卫的宁华人所接受 可如今却成为了 宁华人早餐的首选 将泛着光 鲜红透亮的猪腰 放入一口水气渺渺的汤锅中 在沸腾的高汤中 翻滚数秒 一晚晚冒着热气的泡猪腰 随即盛上餐桌 吃猪腰汤前 当地人都会用这样特制的 萧姜切具 在猪腰中 销入小黄江 宁华地处福建西部 武夷山脉东路 气候湿冷 小黄江配合热气堂堂的 猪腰汤送入口中 为山区的清晨 注入满满的暖意 用食物来驱除寒气 是古人智慧的遗产 闽西的宁华人喜好姜的辛辣 相隔百余公里的永安 也把辣味运用在传统的菜肴中 闽西地区远离海岸县 都为重申军令 闽西人相较于八名其他地区 常常提升菜肴的咸味和辣味 来去湿去寒 加入辣椒的微豆腐 就是闽西永安人的传统代表菜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流传到现在 我们在打小鬼的时候 我今年也差不多60岁的打小鬼 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那个所以是不是街头像有点小吃样子 老百姓流行的去街上吃的 微豆腐是永安传统的小吃之一 正如它的名字所示 这道美食的精髓在于一个微字 这道采用的是当地农家的豆腐 将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 置于大铁锅中 配以家筑大骨 五花肉 上等沐鱼干等配料 以碳活久微 将豆腐煮成蜂窝状 使之入味 配以八角 辣椒等滋味 在闽西山区 这些都是蕴含在食物中 传统的郁寒之汇 用炭火代替煤气灶的微制方式 虽然制作时间上要耗费好几个小时 但是却在细熬漫味中 沉淀出了最传统的风味 这个一般是上午就开始制作 下午三点钟左右了 就挑到这个街头里 就开始对外售卖了 还一锅的豆腐以后 大概有三四个人围着一圈 跟广东人的打鞭 一样围着坐在那边吃 很自觉 吃完后自己报数 多少块 自己算钱 非常的神普 如果说永安的豆腐 围出了传统的记忆 那么熊国光制作的这道 《玉叶菊花》中 则是对闽菜记忆的致敬 菊花造型的笋 运用了闽菜里切丝如法的道工记忆 玉叶则是闽菜王牌 鸡汤村海邦的玉永三浓汤 浓汤窜入金丝笋的瞬间 让这道菜品如艺术品般悬烂 这样的创意也源于熊国光对艺术的感知 热爱收藏的它 用做艺术品的态度来做菜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的事业 把这个菜要当作我们的作品 作品做得好 我们也感到非常地快乐了 《闽菜》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依然成为融入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 在客家首府龙岩常厅 人们也用美食守护着客家的传统文化 古城中的客家人 沿袭着古老的传统 保留着简单淳朴的生活习惯 特别在听臭的山村 更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唯一能打断这种平静的 只有村里的碎石节日 碎石节日是农业文明的半生物 春以清明 冬以冬至 辛勤劳动的庄家人 以自然的角度看待碎石的变化 并从中挑选出最佳的日子 可以一杆下油锅 烧大块又叫皱砂肉 皱砂就是形容此刻油炸过后的猪肉的样子 烧的过程则是这道传统菜的重重之重 炸好的肉切厚块 锅中花白糖水加入肉片 迅速翻炒以免粘锅 烧枝入味 纵红金亮的烧大块 香醇味美 双口不腻 众所周知 福建精神是爱拼才会赢 从古至今 外出京上的福建人 就占了很大的比例 作为著名桥巷的泉州 正统的闽南菜 就像是香愁的味道 泉州的老城区 南北较鹿 东西称巷 交错的老街道里 弥漫着传统的闽南风味 而在泉州的喜亲宴席上 也有一道无可替代的传统佳肴 攀龙通兴曼 泉州地处福建南部 气候温热 枕山腹海 丰富的水缠 是大自然给予的礼物 福建泉州近江下流 有一支流称圆通港 这里所产的河满 阿尔齐乌黑 有乌尔曼之称 桥西乌南道 入义之水 你稀再能干的话 婆婆不把米端出来 你能做出菜了 所以说的话 食材也很重要 通心曼的原材料 就是新鲜的乌尔曼 将其宰沙洗净 整条系上相连均匀的段 洗净后放入盆中 用金盐与清水 或成的盐水均匀上浆 沿泽十分钟 河满的过油十分关键 呈赤黄色时 倒入漏勺利油 过油的时间掌控 是河满能否成功 通心去骨的关键 炸的话关键是要热油 油温一定是要热 而且的话一气可成 要保持整个河满的炸起来 形态完整 虽说有个焦香的味道 但是不能太焦 在去骨之前 河满进行第一次烹制 锅中的油与白糖熬制赤色 用熬制的白糖 来代替现场的红糖调味上色 香菇冬笋等佐料 先煸炒几下后 放入过油的满鱼 加酱块 葱条 酱油 烧鲜酒等调味 微火焖十分钟 使满鱼入味 焖之后的满鱼 取出成鱼盆 锅中焖至 减去葱姜 及其配料装鱼碗 待满鱼冷却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和满缺锅 把这个和满剁了三文之一 不能全部剁 剁了就断了 那刹笋的话是体现 那就是剃碳 一个就是保持原来的形状 原来的形态 逐断骨刺 被承诊方精妙的手法剃除后 通心和满就进入最后一步的入味烹制 取扣碗一枝 把满鱼盘旋整齐摆入扣碗 然后铺上冬笋五花肉片 淋入满枝 上龙体烫热取出 闭下闷之后 翻扣于深圆盘中 勾芡后的满鱼 配上精美的龙形雕花 攀龙的模样 栩栩如胜 这个意的话就算增加这个宴席的一些气氛 图了一个好彩头 在外归来的泉州人 亲切地称这样的传统名菜为家乡风味 他们说 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做顿家乡的饭菜 以在谋求财富的道路上 能始终记住在远方的家 这样的香愁 常常被罪托在沙茶风味的菜药中 闭南地区常见的沙茶 是典型的波来瓶 常年在东南亚生活的华侨 就把沙茶口味融入了家常菜 八门菜别中 以闭南制沙茶菜最擅长 沙茶炒牛肉 牛肉纯香滑嫩 沙茶酱汁稠浓鲜美 是闭南地区传统的家常菜 南北虽各自有偏好 但以食物为纽带的思乡作用是共通的 锥利炖煤牌 就是明北的建阳人 从香气就能勾起回忆的传统味道 明北富有的山林资源 驾至潮湿的亚回归气候 为明北出产各种山针 提供了充沛的前提 锥利就是这样的环境下 孕育出来的天然食材 那么这个锥利在我们明北来讲 建阳来讲 这是最好的 它这个土质要水混要多 泥土要酥 所以种下这个锥利是清甜的 皮也比较嫩 设置也比较好看 六成的油温 让去壳的锥利裹上一层金黄色 腌死过的排骨上浆过油后 下锅煸炒入味 炸好的锥利扣入碗底 制好味的排骨层层叠放其上 经过一个半小时功夫的蒸煮 锥利炖煤牌就成菜了 锥利唇香饱满 煤牌烂而不腻 色泽金黄老少是一 八明手艺 雄伟经典 每一道菜肴 都凝结了敏地的饮食文化 每一种滋味 都出自船市流芳的名味江湖 从平易静人的家常小菜 到一举殿堂的果眼偷牌 五十道经典闽菜 二十五位闽厨的 美味人生 八级大型纪录片 闽味传奇 四月三十日期 每周末二十一点五时 时间之福 隆重奉献 明菜注重山珍海味 而在品类众多的山珍中 自然守不了能够独挡一面的特色食材 食用菌 位于闽东的古田县 是福州十亿之一 也有中国食用菌之乡的美称 所以古田的菌菇菜药 同时具备了福州的传统烹剂 和古田的山珍原味 鲜阳肚菌螺片 就是这样一道菜 野生的新鲜阳肚菌 清洗则净 手撕成片 入滚水饱熟备用 一般用于菌类过水的高汤 不进行二次利用 但阳肚菌是稀有珍贵的野山菌 宝菌的高汤营养价值丰富 可以继续使用为菜药增色 螺片用如此的高汤窜水后滑炒状盘 外表华与的鲜阳肚菌螺片 更是敏菜山珍海味的完美组合 让人赏心悦目之余 也把最顶级的味道吃进嘴里 以前民间的阳肚菌就是来炒肉炒蛋 宴席上的话 我们的阳肚菌基本是以海鲜类在一起 这就是一种山珍海味 其实 在古田老百姓的生活里 阳肚菌这样的珍贵野生菌并不常见 黑木耳 香菇 茶树菇 这样平价易种植的菇类 才是家家户户储备的食用菌 对于生存要求较高的菌类 就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 集合菇农们的力量进行工厂化生产 比如需要恒温环境和优质水源 才能生长的白木耳 还有对季节感知灵敏的朽真菇 在经过充分的光合作用后 采摘下来的朽真菇厚实饱满 江城卓就准备用新鲜的朽真菇来烹制美味 军菇类的产品经常用来做复杂的汤菜 但是朽真菇很特别 这道香油朽真菇几乎只有一个步骤 那就是油炸 包满鲜嫩的朽真菇裹粉下锅 经过油炸 完整锁住朽真菇的原汁原味 本身朽真菇是低脂肪 低热量的 所以在油中过一下 最大的程度保持着朽真菇的清香味跟营养 朽真菇蛋白质丰富 营养相当于牛奶 沾上南方喜爱的白砂糖 即可直接食用 香油朽真菇 细嫩相脆 略带胶件 扣住了每一颗激动的味蕾 江边钓鱼 河里游泳 江城卓在工作之余 通过这样的方式 尽心放松 钓鱼是对于一种工作的 有的时候换松 也是一种衍生的一种方法 对健康每个人都会去追求 将食材本身的口味最大化 是敏厨烹饪的理念 健康也是敏人的生活追求 八敏各地的美味 均能独数一致 有福条墙 鸡汤村海邦这样的 殿堂级别的敏菜经典 也有鱼丸 柯仔煎等生名在外的地方小吃 它们既可登大雅之堂 也可平安市井一鱼 就算去过多少地方 吃过多少真修佳药 时光已将敏菜的味道 烙在我们的味蕾上 八敏的风味 贯穿我们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